老外从一个包装清美的盒子中取出了一把银色的勺子 这把勺子看上去非常的小巧精致 如同小孩子们的玩具小勺一般 小哥将勺子放入一个盛满温水的玻璃杯中 开始来回的搅动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勺子在水中一点点的开始融化 银色的固体渐渐变成了银色的液体 最后就连整个勺子吧已经消失不见 好端端的一把勺子就这样无情的化为滴滴液体沉入到杯底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杯子中的液体不是普通的水 而是一种腐蚀性很强的液体呢 其实并非如此 杯中就是普通的水 原来这把勺子是用金属加制作来成的 金属加的溶点非常的低 只有29.8摄氏度 当温度达到或者超过这一温度时 金属加就会从固泰变成液态 所以将勺子放在温水中出现这一状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杯中的水一定是超过了它的溶点 所以就出现了这一状况 即便是将金属加制成的勺子放在手上 同样也会使勺子慢慢的变软 直到最后彻底融化 虽然金属加如此的不堪一击 但它跌在铝制品上又会使铝制品变得非常的脆弱 你看一个铝宝石杯就被金属加催散出了一个大洞 是不是很神奇呢 看了今天的介绍大家都有什么想法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这里有更多精彩资讯 等着你们记得点关注不迷路哦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